大家好,焖热的夏天经常感觉全身不舒服,有点水肿 传统上我们说这是身体积累的湿气造成的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去湿消肿的香茅柠檬一米水 利尿消肿非常有效,据说还有排毒养颜的效果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到香茅,但是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这个是生意米,传统上说生意米性比较凉 所以煮意米水最好生熟意米混在一起 店里可以买到的熟意米看上去个头比较大 我觉得应该是在炒制的过程中稍有膨胀 我们自己炒熟或者烤熟都可以 我们先把生意米洗干净 然后我会把生熟两种意米倒在一起 用清水浸泡一个小时左右,这样煮起来容易一点 香茅去掉一层外皮和不好的部分 洗干净,把它们切成小段 柠檬选大一点的,太小了等会儿不出味 一半用来切片,另外一半挤出柠檬汁备用 锅里加3000毫升水,浸泡过的生熟意米加在锅里 加入香茅,大火烧开以后转成小火炖煮 我煮了大约30分钟左右,你可以看到一米有点开花了就好了 然后关火趁热加入冰糖,余温很容易使冰糖就融化了 稍微放凉到不那么烫手了加入柠檬汁,把它们搅拌均匀 如果喜欢柠檬的香味,喝的时候可以加一片带皮的柠檬 加入少量煮熟的一米,还有香茅柠檬一米水 装饰一下,一点点酸酸甜甜的香茅柠檬一米水就做好了 添加香茅以后的柠檬一米水更适合焖热炒湿的夏天 做起来也不麻烦,试一下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 i know you